好,繼續跟進我剛才所講的 香港黃色革命的時代 我有些親身經歷,我有三個親身經歷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先講兩個結論 我三個親身經歷,我有一個結論,第一個結論就是 外國勢力 真是影響香港的暴亂運動,是很緊要 荼毒香港的青年人是很緊要 第二個結論就是 當時社會這麼混亂,信息這麼混亂 朋友啊 死黨也好 之間很容易有誤會 是受這些負面新聞,假新聞 影響 好,現在我講三個,我自己親身經歷 第一個 當時我有一天,應該是星期六 或者星期日,我不記得 通常都是那些時候特別是搞事的 我剛剛這麼巧,下午經過了 灣仔地鐵站 當日我看到有一個外國人 在地鐵站的大堂 然後就似乎帶著 大概四五個黑布 穿了黑衣,黑褲 豬嘴 那些黑布,每人就拿著一支棍 然後就進去 灣仔地鐵站 那個 地面那裏 就是剛剛下地面那一層 售票署那一層 就打爛了所有玻璃 打爛了那些欄杆下面的玻璃 我剛剛經過,我站在那裏看他們 第一,我不敢拍照 也不敢埋伏他們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 正常的市民都比較害怕 如果拍照,隨時讓他們打回頭 我在這裏看了 兩分鐘 那這三至五個黑布就在這裏打玻璃 打了大概 十幾二十塊玻璃 那玻璃一打爛就碎了 是不是一粒粒碎的 好了,打了大概 接著 一直站在旁邊的一個 鬼佬 我估計他四十多歲 就走過去其中一個黑布 就肆意他停手 夠了 打夠了,因為隨時警察來 那黑布一見他過來 那個鬼佬肆意 就是用手勢示意 就是用手勢示意 那黑布立刻停 他本來正在打玻璃,還有兩塊未打 幾乎九成玻璃被他打爛了 打了幾塊 那個鬼佬就走過去 叫他停手了,不要打了 撤退了,可能差別人 然後立刻全部停手 跟著那個鬼佬就疏散 這個是我親身見到,親眼見到的一個事 我多肯定 就是那個鬼佬帶隊 帶幾個黑布前線 那天就專門走去灣仔電站 打爛玻璃碎 打爛玻璃 其實不難的,其實我相信警方翻查閉路電視 是不難看到這些鬼佬身份 我們 巴士的布也曾經寫過一些文章 報導過 那些鬼佬就以什麼身份來掩飾 來香港做英文教師 其中有一個個案就是 用假名 跟著在國際學校做教師 掩飾 類似 這個第一件事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親身經歷 所以我很強烈認為 整個黃色革命事件 有外國勢力是 派了一些人來 就好像特工那樣 是特別為了這個搞黃色革命 這個事件 而帶一群人 有一群人會跟他去做事 我不知道那群人有沒有收錢 但是我覺得那群黑暴就很聽過這些鬼佬說 直接聽他的命令來做事 有沒有收錢 我不知道 有沒有說之前好像傳媒報導 他們去挪威 接受訓練 接受訓練班 我不敢肯定 不過我親眼當時就看到這個情形 原來是 原來是鬼佬帶隊 幾個黑暴 打爛了 關仔電視站的玻璃 第二個我想跟大家分享 當時的朋友之間實在太容易出現 信息混亂 而影響大家的感情 有一天我上了朋友家 他住在軒尼斯道 大家知道軒尼斯道是 收盾球場隔離 我當天在高居臨下 從軒尼斯道某個大廈 看著下面的 暴動情況 當時真的很刺熱 在我左邊就是 軍器廠街 警察 報防 距離大概 100碼左右 就是在我的右手邊 就是黑暴 暴防 兩邊都是各有 幾十人 擺著我的陣勢 接著沒多久之後 警察開始推進了 在我左手邊 接著開始發射了幾個催淚彈 發射了幾個催淚彈之後 右邊的暴徒 就四散了 因為警察開始 由左向右 向那些暴徒 方向衝 發射了幾個催淚彈 接著就衝 接著呢 其實 基本上警察來到我 樓下的話 已經 那些暴徒是四散 他向後退了大概 周圍了 去橫街又向後 退了100多碼 去到樓下 警察又排了一陣 排了一陣 排了一陣 接著就發射橫膠子彈 一聲號令 發射 橫膠子彈發射了兩輪 但其實橫膠子彈 射不到暴徒 因為暴徒都離開了 散了 散了一百幾二百碼 那當時呢 我就在一個WhatsApp 我一個中學的群組那裡分享 因為很難得嘛 我上到朋友的家 拍了一些片 說 好厲害呀 發射雷彈 接著就現在發射 上膠子彈 然後我加了一句 其實 警察都不需要發射上膠子彈 沒什麼必要 那你會怎麼理解這句說話呢 原來那些同學立刻退群 我說了這句說話 其實警察都不需要發射上膠子彈的了 他就認為我呢 是撐黑暴 認為警察不應該發射催淚彈 甚至上膠子彈 有一兩個同學立刻退群 那我看到一對退群我就問 咦 為什麼要退群呢 接著我立刻私下 就跟那個同學解釋 我說 其實不是這樣 為什麼你要退群呢 其實我是支持警察的 我不是說警察不對 發射上膠子彈 我只不過是說 那些暴徒都走了二百米 向右走了二百米 你發射上膠子彈根本射不到他們 其實都不需要發射 省錢都可以 其實我當時就說了這句說話 竟然被我的同學的群組 有一兩個同學誤會了 我是 不同意警察發射上膠子彈 這個就是 我真人真事跟大家分享 信息混亂 當時隨便說的話 都會容易被人誤解 當然後來 同學聽完我解釋之後 他就回來群組 就知道我是撐警察的了 第三個 我親身經歷 是什麼呢 中大 被暴徒佔據 然後警方進去 發射了很多催淚彈 在中大 火車站外面 體育館那裡 即是體育的場地 運動場外面 發射了很多催淚彈 當時我看Facebook 我看到有一個舊同學 中大舊同學 很憤怒 說了一些不好聽的說話 接著我就回覆他 現在這些暴徒 霸佔了我們中大 當中很多都不是中大學生來的 是外面的人闖進來 霸佔了我們中大 因為我們中大保安做得不好 現在警察進來維持秩序 想趕走暴徒 發射催淚彈 有什麼不妥呢 我的同學在Facebook就說 我不理 我不理有什麼不妥 總之我以前在中大宿舍住過 現在警察進來 就搗亂我的校園 我就很不妥 警察很憤怒 這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暴徒霸佔了你的 曾經是你的校園 曾經你住過的宿舍在附近 警察進來想驅散暴徒 你竟然說警察不對 發射催淚彈是不對 我覺得真的很混帳 我當時也沒有話可說 我只可以說 當時在黃色革命 黑暴時代 信息混亂 大家的個人的看法都很不同 但是其實今時今日 事後大家都應該明白 當時發生什麼事 誰在幕後指使 黃色革命運動 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暴徒 那些暴徒為什麼會出來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變成暴徒 為什麼這麼多大學生、中學生變成暴徒 甚至中年人都變成暴徒 就是一些 偏頗的信息 假消息 煽動了群眾的心理 所以整個局就是 外國勢力 收買了一批香港的人 訓練了他們 不知怎麼洗腦 根本就 然後滲透各界 搞亂香港 大家都明白 應該很明白這件事 好 這個上半段 講了超時 但是這三個我親身經歷的 一些事 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偏頗的傳媒 製造假消息、壞消息 刻意沒刻警方 當時多麼混亂呢 造成多麼多人呢 失控 沒有了良知 大家現在應該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所以現在今時今日 警方 國安處去執法 合情合理 做了的事就要還 再講多一點給我多兩分鐘時間 我講一講 台灣 有出醜事 羽毛求天候 戴智詠 上飛機 以為坐 以為坐經濟艙 對不起 是坐這個 不是以為是坐這個 商 商務艙 誰知道是坐經濟艙 這時候 他上了一張 相片出來 就說 很懷念長榮航空 可以坐商務艙 發生什麼事呢 台灣奧運代表團 日前出發去 東京奧運 世界 羽毛求求後 戴智詠 有機會是拿金牌的 他以為自己會有商務艙坐 一上去 原來是經濟艙 然後 引發了 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蘇貞昌 致歉 因為運動員坐經濟艙 而那些除行官員 竟然是坐商務艙 幾十個選手 就安排了坐經濟艙 他們說 為了防疫 我不想你迫 其實不是 一早已經準備了 因為他 訂機票 訂位的時候 商務艙只是拿了11個機位 幾十個運動員 已經一早沒有預理 他們是坐商務艙 但是問題是 台灣教育部長 潘雲忠 去年 曾經在立法院承諾過 會讓選手教練 搭乘商務艙 去日本參加東京奧運 突然沒有一件事 然後就再揭發 原來 台灣政府 賠了1.5億 給中華奧運用 選手的機票 食宿 服裝 租車 防疫設施 總之就要照顧選手 令到在充足資源之下 為台灣 增光 無後顧之憂 去比賽 誰知道一上機 已經出了 出了這件事 蔡英文又一次沒有對應這個承諾 最好笑的就是 台灣的體育署組長 叫南坤田 他的職級 在政府職級是第11職 第11職 原來 台灣政府官員出外 坐飛機是12職以上 才可以坐商務 才可以坐商務 擺明知道自己違規還要坐 商務 然後推了運動員 去坐經濟艙 難怪 那個 體育部長 都要辭職 這就是台灣另一個醜事 所以 今天的台灣 越來越亂 whenever 香港 每日 都有 有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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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